各位議員 我們現在繼續我們有關的會議 議員就是就2014年的財政年度的施政報告內容 向行政長官提問和行政長官回答有關的問題 歡迎行政長官閣下以及各位官員 行政會成員列席急印的會議 根據執行委員會27邪撇2013日已決的規定 各位議員按報名的次序 每次只能提出一個問題 發言時間不得超過兩分鐘 提問就有以循環的形式進行的 行政長官會回應今天所有報名的議員的問題 所以大家是超過六點鐘我們都還在這個會議裡 跟行政長官商量了 我們會大概在4點15分左右 我們會休息半個鐘頭 好 現在請首位的議員提問就是陳明金議員 多謝指責 行政長官閣下 隨著社會經濟快速發展 以及周邊地區的影響 再加上一直以來受到土地資源欺騎的制約 澳門回歸以來不同層次的紅屋 樓價大幅上升數倍 甚至超過十幾倍 針對紅屋問題所帶來的民生困擾 特區政府推行萬九號公屋的同事 取取了一些水銷措施等的行政走點 但是從目前情況來看 整體的樓價仍然是明顯雄心的趨勢 引臨拋離了市民可以負擔的能力 紅屋是居民乃以申請的家人 針對居民致驗難的問題 請問行政長官閣下 特區政府如何檢討萬九號公屋政策 今年有兩萬幾個市民提交了京屋一房單位 社屋申請 年代又即將推出京屋其他戶型的申請 但是對於萬九號公屋 社會除了已經知道的六千三百個單位之外 其他的比具體的六成時間 土地的儲備等都是不得已知 政府具體如何規劃六十萬九號公屋政策 又如何友好推進住屋窗戶的機制 政府對參考鄰近國家和地區的經驗 設立自行公積監制度的取態是怎樣 要不進一步措施適動調控鬧事呢 多謝 請行政長官閣下 多謝陳明甘議員的提問 主席各位議員 我想大家都很關心 關於特區政府的房屋政策 也借今天這個機會 去回答這條問題的時候 我可能講得詳細一些 我想大家都知道在第三任政府作為施政重點 是將房屋基本上大家看到是社會房屋 經濟房屋私營的地產市場 在最近也都由於中央批覆 五福田海造地 大家也加入了研究一個新的概念 澳人好地 是希望有些土地 特別為澳門人而建造樓宇 知道它能夠有這個購買的能力 大家也知道從2003年到現在 樓價呢 事實是升幅了很高 但是也都大家可以回憶到 從1993年到2003年呢 也都是處於一個長期低谷的現象 我想在1993年建成之後 剛才陳議員也都講 政府已經公佈了6300年 繼續去興建 從一個長遠來講 我想我們依然將公共房屋 港大居民的居住權 是擺在我們施政的重點 在未來來講 我們會是重新 在未來的特別一段長的時間 是規劃好土地 來到為居民的住屋作好準備 這個我們在幾方面 現在進行著有關的工作的 第一個方面大家都知道 填海造地已經進行著這個填海工程 也都多次跟港大居民介紹了 我們是會預留適當的土地 是去建設這個住房的需要 第二呢 也都是在我昨天的施政報告 跟大家介紹了 二十八幅的限制土地 已經啟動了這個失效程序 政府呢 將進行一系列需要的程序 收回這些土地 在收回過程中也都不排除 是可能需要這個司法程序去解決 另外也都是劉司長非常之努力 近期呢 和多個發展商談 從前的批地裏面有一部分呢 是這個政府用的面積呢 我們已經去到呢 比較最後的階段 在希望這些最後達成協議呢 能夠有一幅就會公佈一幅 主要原因呢 是還有一些法律上的離定 一些安排呢 經過詳細的研究呢 在這個階段呢 還是希望處理好才公佈 所以六千三是會繼續 大家都知道 是會興建 之後也都呢 是繼續會興建 另一個我想就是 有兩個數據方面呢 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個就是關於現在 在澳門來講 我們根據2011年人口普查資料呢 每戶平均成員 是為3.08天 是較2001年3.14人的住戶呢 是減少了 超過八成的本澳居民呢 是居住在自治居所或者社屋內 換言之呢 租住私人房屋 是低於百分之二十 外務院學術機構 在一三年七月 再進行了大規模的住屋狀況 抽樣的調查呢 自治的居所呢 比例是高達了85.5% 租住的比例呢 是12.6% 反映了呢 現在我們居住的情況呢 的實際統計數據 同時我們也都知道大家很關心 在今次這個施政方針裏面 我的報告和樓市長的報告 為什麼沒有加入了再次關於調控市場 政府的行為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政府的行為在過去一段時間呢 由於希望樓市是健康發展呢 採取了稅務呢 禁售期啦 銀行的貸款比例等等呢 也都可以跟大家報告一個數據呢 就是根據這個樓花的統計呢 在一三年的第二季呢 是四千零五十九戶 而去到第三季呢 是一千九百零八戶 這個大家是很明顯看到呢 這個買賣的情況呢 那個樓宇呢 是明顯下降的 我們也都在前一段時期 為準備2014年 財政年度的施政報告呢 是聽取了很多 銀行啦 建築業界啦 特別是經濟專家的意見 考慮到澳門的經濟情況 不單是本身 我們也都要呢 是關心這個環球經濟的情況 特別是一些複雜 和可變的情況 我們既擔心可能息率的改變 我們也擔心呢 是不是有泡沫的情況 所以反覆研究之後呢 在這個施政報告裡面 沒有擺到調控的措施 但是我要在今天講明兩點 不擺這個調控措施 不是我們不關心樓市 不是我們不想它健康發展 經過一輪的 從事長提出的建議執行之後 大家看到樓價 我相信也都是沒有過往的飆升 而交收買賣的量呢 也都可以講是一個幅度的下跌 在這個時候 我們應該是去 怎樣去處理呢 所以反覆研究之後呢 還是覺得我們是要看回這個整體的情況 特別外圍的環境 我們也有一定的擔心這個風險呢 如果樓宇是真的泡沫的時候 我們整體澳門 港大居民包括已經自治物業的 它的承受能力 不是單是從一個微觀的角度 我們一定要將樓市怎樣處理 反而我們覺得從一個長期規劃呢 我們是會落實將這個土地 這個土地儲備和規劃呢 是認真做好 令到有一個長期呢 土地供應呢 是來到符合這個發展需要 那麼我相信另外一個呢 也都是和大家分享的 就是最近我們看到一個研究呢 很明顯2012年的數據呢 九成的住宅交易的買家呢 都是我們澳門的本地居民 這個代表當然一方面是本地的居民 對本地的地產市場充滿信心 將他們的錢投資在地產市場 或者是換樓 或者買第二套樓 第三套樓 但是也都看得到另一個 根據經濟學者的分析 主要對其他的投資工具 可能也都沒有投資在物業市場 那麼有信心 那麼這個我們也都不能夠 是脫離了這個現實 就是澳門現時的樓價呢 現在我們是評價它是高的 也都呢 是脫離了一些基本的因素 所以出現了一些感性化 豪宅化 和投資化的現象 第二點我希望所講的就是 特區政府是會全力保護 港大居民的居住權 但是對於投資呢 我想這個是個人它的抉擇去投資 不是政府可以要去投資 以及不投資 因為它承擔了這個風險 投資當然有風險 大家在看這十年 樓價不斷升不斷升不斷升 但是我相信大家居住在澳門牆的居民 也都看到過去樓市有升有跌 跌的也都十年八年 所以我想在這裏呢 也都要再一次 沉棄一點講呢 呼籲港大的市民呢 一定要看自己的承受能力 自己的財政狀況呢 是不是在這個時候 都去入市買樓 這個是要承擔一定的風險 所以我覺得 從長遠來講 我們是會很認真 是除了現在處理到幾幅土地 我相信樓市長來施政介紹的時候 也都會詳細跟大家講 所以接著這個6300 依然是有土地興建 限制的土地收回 以及填海造地的規劃 我們都會充分考慮 但是投資這一方面 真是要港大居民呢 非常之小心 我剛才也都講出了 我們綜合的理由 來跟大家介紹 因為我們統計過 如果整個五幅填海造地 是去建造這個住宅單位呢 是個數量達到四萬三千多個 這個是一個預期 當然你說今天一定要去買樓的時候 在私人房地產 當然要承擔這個風險 可能會更升 我也都不可以去做一個預期 但是風險存在的因素 我想大家也都要認清楚 自我那個承擔的能力 和對於購買的能力 至於剛才提出 以這個設立住房公積金制度 我想長遠來講 其實是很有意義的 對於這個整個社會發展 但是我們澳門目前 處於一種什麼狀況呢 我想如果我講得不對 大家也可以糾正我呢 就是我覺得澳門現在港大的居民 他不是有一種心理的準備 將他收入一部分扣起 來供款 公積金大家都明白 其實是一個簡單講 僱主僱員好 他有一個供款比例 如果要現在我們的港大居民 將他收入的一部分 定性了要來供款呢 我真的覺得不知道接受程度是怎樣 因為過去 我們在這十幾年 特區政府的施政裏面 很明確看到 就是供款的比例一提高 他有一定的 不一致意見 我只可以講 但是這個 構思我想是好的 其實構思更好 我覺得最好呢 就好像一些國家地區 一出糧 我們扣了去百分之三十 然後做一個好的 長遠計劃 但是在澳門 可能未必去到這個階段 但是構思是好 但是我覺得在現階段 可能我們真的未具備的條件 要我們的居民作供款 我舉一個例 目前的社會保障基金 基本政府是負擔了九成的 最近也都跟大家介紹了 所以這個構思是好 前景是好 但是可能需要一些時間 怎樣令到 好像社會保障基金 大家為自己隔代去供款 為自己的退休 住房 為自己的將來 醫療等等 我覺得構思好 但是現在可能 是比較有一個困難 因為凡是提到公積金 它有一個供款的比例 但是如果那個居民 完全不用供的 可能又不是這一種的模式去進行 構思好 但是在澳門的實際環境 可能我們的居民未適應 所以我想需要比較多段時間 或者諮詢 但是總的我覺得 我覺得今天的問題非常之好 就是我們其實 真是有長效的機制去建立為房屋 澳門人的居住實際也跟大家報告了 我們也都會非常努力 私營市場 政府的經濟方面的同事 研究出來的風險也向大家介紹 多謝主席 好 謝謝 施嘉倫議員 多謝主席 行戰將軍閣下 直至今年的六月份 外匯儲備和財政儲備 合計接近三千億 而去年年底的外匯儲備 和財政儲備 投資回報率僅僅僅為1.4%和1.6% 低於世界主要工業國家的通脹率 如果按照本澳的同期6.1%的通脹率來計算 兩項儲備實際價值貶值100億左右 如果分配給60萬的市民 平均每個人可以分到1萬7千元 巨額的財政盈餘 怎樣去保值增值 實行透明管理 社會高度關注 花某百日紅 社會普遍期望政府可以管理好財政的盈餘 提高回報率 提升本澳 應對經濟危機的能力 實現財富增值 更好造福港大的市民 請問行政長官閣下 外匯儲備和財政儲備 是否都有設立回報的目標呢 未來有什麼更加進取的投資方式 以提高外匯儲備 和財政儲備的短、中、長期的回報呢 怎樣去提高透明度 以便市民更加去瞭解 相關的儲備的投資和管理的訊息呢 會不會參考其他地區先進的經驗 例如新加坡、丹馬石經驗 考慮設立全民基金公司 來完善資產的投資方案呢 多謝 請行政長官 多謝施嘉倫議員 主席各位議員 就財政儲備和外匯儲備的管理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了 財政儲備制度的建立 是經過立法會通過了 特區政府正式有一個儲備的制度 有基本的儲備和超額的儲備 亦都進入了正常的運作 財政儲備是特區內部的事務 而外匯儲備呢 我們是需要國際評級的要求 包括了管理要符合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指引 主要就是要符合安全性、流動性 和回報率的要求 第二呢 亦都在聯合匯率制度下呢 需全數持有可自由換的外幣 而非本地資產 所以目前呢 以港元和美元為主 截到九月底呢 我們共有1,302.81元 這個是外匯的儲備 我想大家都提到一個問題 就是回報低於通脹 這個我們亦都會關心 我們亦都給幾個參考資料 大家去看一下 外匯儲備投資回報呢 我們可以看一下 比如澳門的外匯儲備是1.2 社保是3.7% 退休基金會是11.5% 而中國投資公司是10.6% 香港外匯基金是4.4% 而剛才提及的 新加坡達馬錫公司呢 是8.9% 我想這個問題提出來呢 是值得我們去高度關注 我們亦都會聽取 已經成立了的 財政儲備諮詢委員會 財政儲備監察委員會的意見 但是整個特區政府的理財 都是穩健安全 因為我們亦都經歷過2008年 這個世界金融的大風暴 我們亦都已經向我們的中央 特別是關於財政儲備投資 以人民幣資產為主 政府亦都正式提出了 希望能夠扣入人民幣的債券的額度 能夠增加 以確保我們能夠有這個機會 我們會充分聽取大家的意見 但是我們亦都一定不會離開了 我們的安全穩健流動性 這個基本幾個要求 特別我們是會處理好這個 在一個低風險的情況下去投資 因為我們的體系不大 我們亦都用了這麼多年的共同努力 能夠得到這些財政儲備和外匯儲備 多謝你的意見 好 多謝 高開營議員 多謝主席 行政長官閣下 在最近社會上有意見 要求政府立法 禁止輸入莊可 監場主任和職業司機 我認為政府必須因應 整體的社會發展 和社會的實際需求 對這三個工種分開考慮 會更加適合 因為莊可 監場主任 是屬於博彩業的工作 而職業司機 是不同行業中小企的迫切所需 就職業司機的問題 不少行業都表示 現在請人難 請司機就更難 但是政府 就偏偏不批准輸入職業司機 政府經常表示 要支持中小企 又說要推動旅遊業發展 積極協助業界 解決人之不足的問題 當然在一定程度上 政府對批准中小企 輸入外僱方面 確實有所放寬 但是現在很多行業都嚴重欠缺司機 但是偏偏又不穩批准 嚴重影響到旅遊的行業 供應行業 特別是民生的服務行業等 不少行業的正常運作 從此下去 定必會直接影響民生 請問行政長官 目前本號的失業率 僅為1.9% 基於職業司機難求的現實狀況 是不是應該考慮 因應行業的需求 批准輸入職業司機呢 多謝 請行政長官 多謝高開研議員 主席各位議員 我想近期大家也都通過傳媒 看到很多報導 關於職業司機的問題 我想在這裏重申 特區政府的施政 對中小企業 在這個推動經濟適度多元發展 是不可以缺的力量 也都在我們 大概五萬七千多家的註冊公司裏面 我相信超過百分之九十 是中小企 所以我們對中小企的支持 應該是肯定 和要加大 特別是一個高速發展的社會裏面 大家都知道 中小企是面臨 很多在他營商環境 他的營運裏面 新的挑戰 新的問題 但我想亦都要 大家要關心 他本身 他自己的營商能力 也是一個重點 我想大家都知道 關於這個司機的問題 是有不同的意見表達了 亦都我在前一段時間 和不同的團體 大家座談的時候 我覺得是否我們應該 關於澳門職業司機 的供需現狀和趨勢 是做一個研究 實實際際際針對 到底在行業裏面 現在的需求和供給的調查分析 和預測分析 來到大家可以有一個數據的依據 來去談 因為總的來說 我們還是一定要保障本地的居民的就業 同時也都要從一個實際數據裏面掌握 來做出這個判斷的 所以我相信很快 我會和譚司長商量 和大家坐在一起去怎樣 共同來接受 這一種的研究 是比較能夠清晰些分析這個行業 同時也都會 是希望能夠達到 我們澳門職業司機 需求的數量質量結構 進行了預測 來到更加肯定 但是總的 我們首先是要保護澳門居民的就業 這個無論在勞動的法律好 法規好 也都是明確的 多謝主席 多謝主席 鄭志強議員 多謝主席 行政總監國下 各位官員 各位同事 下午好 今年8月的答問大會的時候 本人向行政將官國下提問到 政府有沒有措施 分流大量的旅客到不同的區分 避免擠迫 兼且可以改善舊區的營商環境 當時國下回答表示 旅遊局正是設計 以大三巴為起點的多條的旅遊路線 將人群飲入去非黃區 十日前左右 行政長官樂區了解民情的時候 亦表示 要設法協助中小企業 活化舊區 早前 9月27日 旅遊局推出了題為 論區行上的首四條步行路線 希望起到分流的作用 舒緩旅遊旺區的壓力 但似乎成效並未顯著 請問行政長官閣下 對於未來澳門整體的旅遊發展 怎樣用好現在大好的旅客的資源 利用好現在現有的旅遊景點 將旅客引入舊區 把舊區的人流大旺 促進舊區活化和發展 多謝 好 請行政長官 多謝鄭志強議員 主席 各位議員 政府在推進整體旅遊發展的同時 亦都是非常關心和希望能夠 是自力帶動舊城區的活化和發展 在9月份推出的社區旅遊計劃 四條步行路線 我相信成效還有待觀察 未來我相信我們要加強在宣傳 配套 同時亦都是透過請一些媒體來考察 推動等等 談到舊區 我想大家都知道 舊區其實是我們應該工作的一個重點 特別在旅遊方面 因為很多舊的小區 它本身亦都是有它的文化特色 也有它的文化底蕙 來到去活化舊區 所以我想是需要逐步 特別是將它的旅遊資源包裝 來到宣傳推廣的 我們看得到 最重要的反言 就是舊區的商戶和居民 它要有一個共同的價值觀念 和有信念來去做 最近我去一些舊區和一些商戶 和一些居住在舊區的居民 交換意見 聽取意見 我覺得它們都非常有熱誠 也都有決心 希望能夠將舊區 重新包裝好 將這個富有旅遊資源 文化特色 來到去推廣 作為我們多一些 來到讓旅客 去觀賞的地方 因為其實澳門作為一個 世界旅遊目的地 它過去也打下了一定的基礎 今天既有中西文化交融 世界歷史成區 以至到我們很豐富的文化底蘊 也都有新建的綜合旅遊項目 綜合的項目 所以我覺得 除了這個社區旅遊計劃 主要產生了分流和帶動舊區之外 我們要和舊區的加強合作 這個非常之重要 特別是舊區的商戶和居民 他們的認同和參與 所以下一步 和有關的部門商議 政府在資源和政策上加大 但是重要 還是本區裡面的商戶和居民 積極地去做 特別好像節慶 文化特色的活動等等 我看到很多舊區 都很希望能夠在這一方面 做多一些工作 我們也很樂意同時去支持配合 多謝主席 好 多謝長官 宋碧琦議員 多謝主席 尊敬的行政長官閣下 今年3月 人大委員長張德剛 在參與澳區人大代表團 會討論會時指出 澳門要居安思危 積極應對前進道路上的 各種挑戰 包括人才 特別是各種專業人才缺乏 造成現在的人力資源供給不足 制約澳門長遠的經濟結構調整 在面對著高樓價高物價高通脹的生活環境 不少的青年朋友也想以知識改變命運 努力向上借大讀書 實現自己的理想成為專業人 以提升生活質素 為澳門的多元發展服務 但不少具有專業範疇學歷的青年朋友反應 由於各個領域的專業認證不完善 甚至缺乏 至難以向上流動 只能無奈寫專業求向博彩求生活 譬如澳門科大畢業的法學士不受律師公會的認可 在外地就讀中西醫專業的學生 因為澳門沒有機制承認有關的專業 自不能執業等等 掌官閣下 市民起見在2014年的施政報告 開篇重點是人才培養長效機制 當中亦表明會加快落實專業認證的制度建設 過往有法律提案表以附有多項各領域的專業認證法案 為可惜大多數的相關法案 至今未見落實和完善 請問掌官閣下 如何全面推進各項專業認證制度的進一步完善和建設 使得本好的市民 特別是青年人能藉著公平科學的專業認證制度 而成為專業人才向上流動 促進澳門多元發展 有沒有具體的落實時間表呢 多謝 陳長官 多謝宋碧琦議員 多謝主席 各位議員 我想建立專業認證制度 這個是整個社會發展的方向 也是我們需要做的工作 在過去的一段時間 我想客觀評價 我們是做得一個速度 可能跟社會的發展 是未能夠相配合 但現在的年青人 我相信除了非高等教育 是免費教育之外 我想在高等教育 特區政府也會全力支持 不是因為家庭環境而影響 專業的認證方面 我想我們是應該適應 經濟社會的發展 特別是推動經濟色度多元 促進向上流動 提升居民的綜合水平 職業的發展和專業的認守 是應該受到尊重的 剛剛立法會期開始之後 大家也看到我們先後 已經有兩個關於這方面的法律 提交給立法會審議 在未來一段時間 我們將會積極在多個範疇 也都會去爭取 但我們也都不要忘記 我們澳門的發展歷程之中 有很多的專業 我想本身也都是需要 他們組織好 預備好 來為這個專業的認證 大家都知道澳門政府 根據《基本法》 關於這個專業和執業的資格 其實很多的都是原用於 舊的制度就是用文件確認了 沒有強制性包括了考試 包括了進修 來保證你的專業水平 與時俱進 在這些專業團體裏面 我想大家都要 是有一種包容 向上與時代接軌的精神 將很多的專業 大家能夠做好這些工作 我們也都非常樂意去支持 繼續做好這方面的工作 剛才你提到律師這個問題 我也都最近關心了一個裁決 我覺得我們也都是堅持 這個不是今天的 就是我們正式頒布所有的學位課程 特區政府在高等教育裏面 特區政府是堅決承認這些學歷的 我看到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 因為特區政府所有高等教育的課程 都是頒布這個課程獲得政府的確認 這個政府是很重視這一點 我看到這個裁決 當然我也是詳細分析了 它也是作為這個重要的依據 所以我想在未來的道路 可能有 跟各位剛剛閣下所講 是取得新的發展 這個我們也都是樂見其成的 所以在落實方面 我想我們要爭取在很多個領域 都要加快這個部分 我想特別大家很關心的社工 很關心的醫療專業等等 這個我們一定會配合好的 因為認證是提高了專業性、認受性 但是也都要與國際去接軌的 這個其實不是單是政府的努力 是要共同努力才能夠做得到的 所以我們很願意去做 我看到今年我們也踏出了重要的一步 多謝主席 好 多謝 崔世平議員 多謝主席 鄧正宗議員 近年澳門特區在解決居民住屋上面 是不爲餘力 萬九公屋是有罪的落實 也都幫助了不少有需要的家庭 但是受到物業價格和租金上升壓力的 其實不只是這群人 還有很多本地企業 因為其實為數九成以上澳門的企業都是中小企 除了面對人資短缺、物價急升 還要面對天價的舖租這些問題 不少本地的中小企的老闆都反映 每次當接近合約期滿的時候 他們擔心租金會賠贈 其實澳門不少的市民 也都對干顧多年的老舖 因為租金壓力 紛紛建業而感到可惜 甚至因此而感到生活素質的下降 少了一些街坊倫理的親切感 據治療顯示 近年推出的公共房屋的樓盤 一般都有商業的空間 好以湖畔大廈為例 去年一次過就推出了 1,900平方米的實用面積 那這些商業空間 除了滿足區內居民的基本收入需要之外 怎樣結合產業多元化的政策 加以完善是值得我們考慮的 那想請問行政長官的下 未知可會以公共房屋作為試點 制定適當的政策 讓這些由行政當局持有的商業空間 能夠優先甚至專門 向特定產業的本地中小微企招商 以此來推動我們的產業發展 務求將有限的公共資源 能夠更好地發揮社會的效益 那想請問行政長官有甚麼意見呢 好 請卓官官 謝謝崔世平議員 主席 各位議員 我想一向特區政府都是致力創造 有利於中小企的營商環境 剛才談到這個發展過程中 特別是公屋內的商戶 我們亦都關心到 因為過去遵循了一種公開鏡頭的原則 亦都是以一種比較大的面積來去鏡頭 我們聽了很多中小企的意見 認為這樣是不利於澳門 中小企能夠去經營的 因為第一 公開鏡頭 第二個面積比較大 我們在未來是會希望能夠 關於這個公屋商鋪 是不是可以去研究面積沒有過往那麼大 而符合中小企的經營 特別為本澳的中小企去創造條件 我覺得這個 考慮到可以向小商戶提供比較低廉的租金 提供比較面積 沒有過往可能招標那麼大的商鋪等等 都是值得我們去研究 一方面可以協助中小企 減低租金帶來的壓力 另一方面提供一個營商的環境 這個我們會落實研究 多謝主席 多謝長官 劉永成議員 多謝主席 尊敬的行政長官國下 本地人才的儲備 大致上是離不開由教育 和社會機制兩大的關鍵因素所決定 其中在教育方面 根據最新的統計數字顯示 本地的學生選擇撩澳 或者到外地升讀大學的人數是相約的 但當中有個別的學科範疇 例如建築和護理衛生等 有較多的本地生是選擇了向外地求學 人數為本地的兩至三倍 當中原因是有待了解 但本澳未來將怎樣去優化 和提升本澳高等教育的素質 豐富本地高校的學科選擇 讓本地的學子 將把澳門的高等院校 視為優先升大的選擇之一 值得我們是深思的 因此本人想請問行政長官閣下 未來將有什麼的提升 和多元化澳門高等教育的計劃和構想 以利人才培育和儲備呢 另外當局過去投入了巨額的資源 在高等院校的硬件設置上面 尤其在澳大橫琴的新校區 未來當局將怎樣去作出相應的軟件配合 包括CG和擴闊學生國際視野等 以培育本地青年專業多元成長 成為擔當推動本澳持續發展的骨幹呢 多謝 好 請行政長官 多謝劉永成議員 主席各位議員 我想大家都很關心到 這個澳門人才培養的問題 剛才也都在專業認證方面 也都介紹了我們的一些工作 我想目前來講 其實整個教育制度 我們是推進 也都是有一個系統的進行 但是當中也都當然 它有它不足的地方 我們怎樣去改善完善 就在這個非高等教育來講 我們作為一個最重要的基礎培養 我們也都是看到 我們依然存在了 特別在這個初中裏面的流給率比較高 這個達到是11.1%的 這個特別是初中這方面 在這個高中 反而它大概是4.6% 為什麼我要講這個問題呢 我想這個其實是對我們培訓人才 也是相當重要 因為基礎的打號 對一個將來去升高等院校 是很重要的一環 特別我們需要 是怎樣能夠 將這個教育的素質提升 對學生的支持加強 希望一路改進 但事實也都是有一定改進的 因為在992000年的學年的時候 初中當時是達到15.6% 高中達到7.6% 這個我想我們一定要面對我們的問題 關係到我們的教學方法 我們的教學質量 和學校的管理等等 這個我們一定要面對 至於高等院校 目前來講根據11和12年的統計 我們的升大率其實是相當之好的 已經達到89.6% 看得到我們澳門能夠升大的學生的比例 也是相當高 剛才劉議員提到 為何選外地 不選我們澳門特別讀建築和護士 這兩個課程 我想真的我要研究一下 但其實我自己看統計 在留澳的學生已經是多了 比從前 以前更多學生 是離開澳門的 譬如在我們內地 最多就是廣東 我看過統計 但現在已經是有一定的改變 但剛才提到 這兩個學科可能我都要去研究一下 聽取一下意見 為何特別這兩個學科會出現這樣的現象 高教方面 目前我們全國澳門的高等教育課程 全民一共是有 由這個 是137項 生加到去到272項 我講過去的10年 也都發展了高等教育 普及化的情況 是大家看得到的 在今年的施政報告 我們特別強調了人才培訓的重要 剛才幾位在提問裡面也都講到 無論是中央的領導 無論是地區 所以大家都關心到 我們是有這個問題的存在 就是我們要經濟適度多元 來衝破了我們的局限 在區域經濟裏面充分發揮 但是這個基礎上 我們一定需要有各方面的人才來配合 更加我們是非常希望澳門能夠培訓到本地的人才 在外地的澳門人能夠回來澳門 為澳門作出努力和貢獻 所以在這幾個方面我相信我們會加強的 在整個人才培訓方面 我們是分了應用的人才 專業的人才和精英的人才 我相信在未來的一年 是將會逐步落實 將這些工作和現在的教育系統 有機地結合好 亦都會定期向大家介紹 這次的過程其實正如剛才議員提出的問題裏面 我們是關注到整個發展裏面 我們的需要 亦都聽取了很多的意見 包括了非高等教育 高等教育 專家 學者 亦都聽了很多市民的意見 學生的意見 整體來說 從研究澳門的發展裏面 我們這次的人才 是講澳門的人才 就是澳門人首先提供機會 他能夠有這個培養培育的機會 能夠更加得到提升的 多謝主席 主席 徐偉坤議員 謝謝 主席 關於橫琴發展的項目 政府一直鼓勵澳門業界參與其中 沉密這個商機 其中一個備受注目的項目 即將落成的珠海橫琴度假區 澳門的經濟定為世界旅遊一行中心 這個度假區的項目 對於廣大的 擴大澳門的旅遊業的發展空間 將大為有利 同時也可帶動其他周邊的行業 例如這個出入口 貿易啊 物流啊 零售啊 餐飲啊 以至民創等 對於本澳實現產業多元這個政策 無疑有一個良好的機會 據了解本澳不少的中小企 是相當有興趣參與這個項目的 在行政長官昨日發表的施政報告裏面 是提到將設立一個專區 是供澳門中小企業參與和經營的 在這裏我想問問行政長官各下 可否藉著今天這個機會 就是較深入講一講 政府將如何對業界的參與提供這個協助 從而是拓展商機 進一步帶動澳門的經濟發展 多謝 好 請行政長官 多謝徐偉坤議員 主席 各位議員 我想大家都很關心 澳門在橫琴的投資和合作發展的情況 我借今天這個機會和大家介紹一下 首先大家都知道 最近 國務院副總理汪洋先生 已經主禮正式澳門大學橫琴新校區的啟動 這個是中央特別批語支持澳門特別行政區高等教育發展的1.09平方公里 也都建成了澳門大學橫琴新校區 澳門大學也都會逐步搬遷去到這個橫琴新校區運作 這個是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機會去發展這個高等教育 包括了教學科研和社會服務 也都是比舊的校區二十倍的比例 所以是非常之好的一個項目 大家也關心到就是這個越路合作五平方公里 共組了的公司 第一個項目就是越路合作中醫藥這個產業區 目前已經有六家公司進駐 也有兩間大學 澳門的澳門大學科技大學 也都會公開繼續招 而餘下的4.5平方公里 我們最近經過過去一段時間 是做好基礎的工作和招商的安排 我們是正式招了之後 在招商期內是收到89份的投資計劃 涉及了旅遊休閒、物流商貿、科教研發、文化創意 高薪技術、醫藥衛生等 橫琴發展澳門項目評審委員會 在本月起將會評審這些投資計劃 亦都希望評審了之後 能夠定了進展這個投資 我想我們亦都會和大家 會到時一個一個階段去介紹這個情況 目前來說都還是發展得比較 在這個合作上是滿意 另外澳門商人也都是投資了一個土地 準備建一個商貿的中心 讓澳門中小企來到去進去 是有這個營商的機會 關於長龍這個項目 我想這個是經過譚師長的努力 是和即將開幕的橫琴長龍國際海洋度假區 在裏面設特別為澳門的中小企業的 進駐經營的一個區 其實這個就是過往 我們一直和大家介紹 以大大小的概念的一個先例 我想是 就是一個大的項目裏面 能夠和它商議好達成協議 將一部份的面積讓澳門的中小企能夠 是進去營商 我想下一步 譚師長和他的同事 會和大家介紹到這個整個進程 但基本來說就是以大大小澳門 特區政府會創造條件 和投入了一定的資源去支持這個中小企 所以我們可以有這個營商的機會進駐 當然營商之後 一定要看本身企業的營商能力 這個也都可能有一定的條件 總的情況是比較樂觀的 因為我們知道年底 它就會正式第一期開幕 我們的落實計劃 希望有序來去進行 多謝主席 好 多謝長官 楊安琪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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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其實很明白殘障人士的雙重老化問題 因為殘障人士的自身本身的條件 很多都是獨身 加上年紀大的照顧他的人士 包括父母家人 總是有年老的一日 也都大家很擔心 當他們離開之後 不能夠照顧這些殘障的人士 在這個過程之中 我們也都做過很多研究 也都是政府很願意去承擔這個責任 所以在未來三年 在智障人士的院舍宿位 是會增加近九成 大概350個 精神病康復住宿的服務設施 也都會有112個名額 我們會很明白 特別是梁議員所關心的問題 這個問題其實真是我所接觸的殘障人士 他們都是非常擔心和憂慮的 大家都會愛惜自己的家人 大家也都會知道 每個人總有老 總有離開 那去哪個照顧這些殘疾人士呢 我想政府是責無旁貸 我們應該是有院舍去照顧好它 因為它需要的特殊照顧 你也都不能用一般照顧 是讓它能夠正常生活的 這個責任和這個工作是應該由政府去承擔 所以也都成立了康復服務十年計劃 跨部門的研究小組 也都是有這個由16年至到25年 康復十年的規劃 包括了這個基礎的研究 分析延長的情況 評估未來的需要 在政策的框架 整體的目標理念原則協作的體系 在行動的計劃 也都每一個階段 以目標管理配套措施 定定時間表 因為我們其實有一個比較完善的系統 工作了這麼多年 知道澳門實際的數據和掌握 我相信我們的部門是有能力做好這個工作 但是也都要重申一點 這一點這種的工作 我相信未來很大的程度 應該是由政府去做 民間和政府的合作非常好 但是這一種的工作長期 可能也都要政府 是負擔回更多的工作量 大家都知道這些工作 也都是不容易 因為是特殊的照顧的工作 你剛才談到澳門大學現在的校子 要向大家說明一下 由於澳門大學橫琴新校區建成 也都正式啟動 但是一個大學的搬遷 根據大學的有關負責人 跟我講是需要一定的時間 為了確保澳門大學的正常運作 和澳門大學的順利完全搬遷 澳門特區政府暫時不會將大學校子 任何一部分是批出來其他的用途 完全搬遷之後 我們就會將這個舊的校子 適當批出 但是主要都是圍繞在教育、文化、培訓 和使民生活素質提升所用的空間 就不會是一個商業用途或者其他的目的 我想梁議員這裡可能要等一些時間 讓這個大學完全搬遷之後 可能才接受申請去考慮 怎樣安排這個舊的校子 因為搬一個大學 我聽他們的報告相當不容易的 而且是搬去一個比原本大了20倍 又要在那邊進行一系列 研修、裝修、處理好 而且又要顧及到港大師生的安全等等 所以可能是需要一些時間 完全搬遷之後 我想就會是另一個考慮 多謝主席 好,多謝長官 李靖兒議員 多謝主席 特首,目前澳門居民的失業率 只有百分之二點多 但是為什麼我們的打工仔 還經常要提心吊膽呢? 特首,你有沒有想過為什麼呢? 關鍵就是我們的打工仔 覺得政府沒有信心政府 可以保障到他們的就業 保障到他們的繁門和工作前景 現在外勞已經超過13萬 批了個瓦更加是16萬多 我們澳門最發展的行業 建築業、餐飲、飲食、酒店 以及批發零售 這些行業長期大量有外固 令到我們不少的基層打工仔 飯碗不穩 收入永遠追不上超高的通脹 甚至乎被人欺負都沒得出聲 大量的外勞已經是事實 我們勞工界不是盲目地反對 但是長期我們要求政府 要做好外勞的輸入和管理 就是希望政府可以履行 輸入外勞 不應該影響本地人就業的 這些基本承諾 我們要求政府設定明確的 中高層外固對場機制 就是要求讓我們年輕一代 可以努力裝備自己 看到發展的前景 我們要求莊可、監場主任、職業司機 這三個工種不可以輸入外勞 就是希望留回這幾萬個 薪酬比較好 可以養家活兒的職位 給我們本地人 尤其是中壯年人 減少大量外固對於澳門就業市場的衝擊 穩定澳門社會 在這麼好的經濟環境之下 我們勞工界這些要求 一點都不過分 相反如果政府 沒有辦法做到這些這麼基本的要求 你就不配做一個移民為本的政府 我的問題是 究竟經濟社會的發展是為了誰 政府會不會有具體的措施 促進企業真正重要本地人 讓本地人可以有機會晉升和向上流動 會不會回應勞工界的要求 立法確保莊可、監場主任 和職業司機這三個職位由本地人擔任 會不會在其他的行業 明確定定外勞的比例和退場機制呢 多謝 請韓臣長官 多謝李靖怡議員的問題 也都主席各位議員 我想在一系列的問題裡面 我盡量去回答一下 我想我們政府呢 其實關心港大居民和港大勞工呢 基本從來都沒有變 也都在這個很堅定作為我們施政的方針 是要保障本地的工友 也都外勞的輸入呢 是補充這個不足 至於剛才談到幾個問題呢 我想昨天在施政報告裡面呢 也都明確了呢 我們對於這個特別是關係到這個立法輸入的問題 那麼在這裏呢 我想我講一講 我們覺得在目前來講呢 在這個現存的法律啦 法規啦 我們覺得呢 是有足夠的 我們是會繼續由譚思長呢 因為譚思長是授權管理博彩範疇的 他會繼續以批示呢 正如我昨天的施政報告裡面所講呢 莊可和監場呢 是不輸入外地的工友 我想講一下今天呢 其實政府的立場從來沒有變 現在政府呢 是也都不會呢 去改變這個立場 但是可能呢 我們要重新我們的著力點 和我們所想的呢 我們的計劃呢 其實我們是希望為本地的員工呢 是有好的流動的空間呢 也都是希望呢 他有向上流動的機會 在這段時間 特區政府也都很關心到 有團體表達了不同的意見 也多個團體 又表達了不同的意見 作為一個多元的社會 我想不同的聲音呢 我們是需要尊重的 但是那個關鍵呢 我想這次不是在政府去改變這個政策 而是我們怎樣在未來呢 能夠做好啊 我們為本地人 特別呢 在博彩行業 大家都記得 在博彩行業的發展 這十年呢 簡單說 也都創造了很多 經濟新的成果 從數據裏面表現 但是怎樣去令到 這些澳門人做的職業 他有機會去接受到培訓 再培訓 能夠向上流動 我想目前是我們最關心的 至於這個過程 我很高興和大家報告 其實譚師長也都積極做著 和六個博企呢 是去研究 怎樣能夠做好這個工作 企業的支持很重要 除了他本人願意去接受培訓 再培訓 企業呢 仍然是很重要 他怎樣提供到機會 去 因為是一種24小時運作的企業 同時呢 將來 晉升的機會 另一個關於退場機制 我想其實 很明確就是 希望一直在管理層的位置裏面 增加是澳門人 這個從來我們都是支持的 至於 一步一步 怎樣能夠令到澳門 更多澳門人在管理層呢 我覺得又是兩方面的 一個是去本人 一個呢 是我們政府從政策資源支持 去企業配合 那麼在這兩個方面裏面呢 其實最重要還是本人 和企業的支持 那麼我們也都呢 是很樂意去做 因為大家記得在08年 出現了金融風暴之後 也都一部份的職位呢 是改變了 由本地人去做 那麼也都呢 大家關心過 在這個過程中 我最近和一個博企的老闆呢 談起 他說他們也都呢 很希望管理層呢 是一路增加本地人 當然那個數目是怎樣去定定 這個我相信 要經過譚師長跟他們去談 和那個時間是多長去定定 但是總的來說 我想其實 保障這個職業是本地人做 和給他們機會向上流動 一個學習的機會 一個職位的機會 我想這些流動空間 還是可以創造到出來 我們也都呢 是會很努力呢 這樣去做 而在這個過程之中呢 我相信呢 我們也都可以呢 是透明 和大家介紹呢 關於這些博企 怎樣來到呢 是去合作的 所以呢 我覺得其實 大家的目標都是一致 可能大家的觀點角度不同 或者我們呢 在做的方面呢 是增加這個透明度 我相信 廣大的澳門人呢 也都很同意 現在澳門人做的這些公眾呢 是澳門人去做的 能夠接受培訓 再培訓 有向上的機會 我們也都努力呢 去爭取 希望呢 特別是六個博企呢 是能夠給到一定的比例呢 在管理層呢 由澳門人呢 出任 特別最近我和譚師長 經過多次的討論呢 我們大家都在做這個工作 所以 我想在譚師長來介紹施政的時候呢 可以和大家呢 再細緻一些介紹 那情況呢 我想再三就是 這個公眾呢 是澳門人做 我們是支持它 向上流動 退場的機制 關於這個管理層的數目呢 我想等藍師長呢 和博企商量了之後呢 亦都可以和大家介紹 多謝主席 好 多謝 關翠恆議員 多謝主席 多謝主席 各首各下 希望你剛才講的 對勞工界的承諾 能夠真真正正正可以留實得到 我現在繼續跟進的是房屋問題 本來我有一些題目準備了 但是因應你剛才的回應呢 我就調整了我的問題 第一個我想回應就是 你剛才講的一些實質的數據 八成人是住在自治的物業 我對這個這樣的數據 我不認同 我希望政府可以將這些詳細的數據 提供給立法會 提供給社會 因為其實現在很簡單 如果真的只有兩成人 是沒有自治物業的話 社會就不會因為房屋問題 產生這麼大的怨氣和不滿 我希望政府關注這個問題 第二個我想講的是 萬九公屋的問題 萬九完成之後 剛才你介紹的六千三 我們有一個計劃的安排 但是我希望特首一定要注意 單是萬九之後的輪候安排 和一萬多的新增的 一房一廳的申請 這萬九根本就是杯水車身 另外一個就是現在我們的房屋政策 它限制了經屋申請的上下限 大家不一定是希望可以買到屋 但是現在買屋又買不到 租屋都貴到頂不順 那你叫那些高不成低不就的人怎樣呢 所以我希望特首可以展述一下 什麼叫居有其所的概念 麻煩 陳恒職長官 多謝關崔幸議員 主席各位議員 我想剛才關於這個百分之八十的問題 我會請劉司長詳細做一個報告 希望能夠交給主席 給各位參與我們的依據和我們的數據 大家再可以討論這個情況 我想剛才談到的 澳門目前的情況 如果大家在基本的數據上 是有不同的理解好 或者不同的信念好 是很難進一步去到 因為不同的相信的數據的實際情況 來各執一詞 我覺得如果主席容許我們提交了報告之後 劉司長來到施政的時候 再詳細跟大家介紹 為什麼我們有這個數據 因為這個數據 是劉司長經過他們部門統計交給我 我也根據這個數據 去和大家討論這個房屋的問題 如果數據裏面有差異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基礎不同 是不是我們首先弄好這個基礎 至於房屋的問題 我同意經濟房屋法律 在執行社會房屋的輪候等等 它可能有一些需要我們去檢討的 近期我也都接見了很多團體 也都和很多議員 很多不同界別的交流好 這個我想也都一一 我想我們可以去檢討研究的 但我想最重要是搞清楚 我今天和大家所介紹的數據 的準確性是如何的 這個我一定回去和劉司長商量好 完善地透過交給主席 多謝 請何韻生議員 請何韻生議員 大長官 各位同事 本來今天我的問題 也都是問房屋 但是剛才長官也回應了 但是我想在這裡強調 就是說房屋 法定人數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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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幾年裏面的過程中 我相信整體的發展 特別是 你看治安 經濟 和整個特區的發展過程 它是亦取得一定的成果 當然在客觀的評價裏面 有不足的地方 這個我們也都應該去面對 去改善 但是一國兩制 耗人自傲 高度自治這個信心 作為我們特區政府的負責的團隊 是絕不會動搖 亦都是堅定我們要落實 澳門基本法去執行相關的工作 至於大家很關心 我相信 亦都是 我亦都表達過的 我想主要剛才提及兩個方面 一個就是公共批給 譬如最近大家很關心的 公天有線電視的問題 一個就是巴士服務的問題 我想在這個公天和有線電視的過程之中 我也都要講一下 這個問題由回歸前 一直到現在 最後今次是經過法院的裁決去解決的 我們作為特區政府 首要一定是遵守法律 法院的裁決我們必須執行 如果閣下看過這個裁決也都很明白 是行政當局必須執行 行政當局在這個部門的負責人 也都必須要執行 這個問題是過去歷史到現在 在我們所出現的問題裏面 始終大家都無可否認 在我們的成長道路裏面 我想大家都是公天的用戶 不可能絕大部份 我不敢說每個是 但是那個問題 它是存在了這個合法性的問題 經過有線電視 因為它是一個專認合同 它經過相關的法律程序 它是獲得法院的裁決 它是一個專認的 這個合同要到明年四月才期滿 我想這個過程大家要很清楚 現在特區政府所做的工作 除了根據這個裁決的執行 其實是盡我們的能力 是希望能夠令港大市民 繼續去收看電視 但是兩個原則 一個一定要執行這個裁決 第二個一定是合法 所以劉司長的團隊在這段時間 也都是非常努力的想辦法 我們在未來 特別在明年 我們釐清了收費電視和免費電視 這個定義 來到怎樣是滿足到 特別是這麼多年來 我們港大居民收看的電視節目 但是在這個過程之中 我們是不可以偏離了法院的裁決 和這個合法性 這個政府辛苦是好 政府做得不足 在這個過程之中 法院採取這個裁決 我們都要在裁決之後 是去根據這個不足 我們去作出政府的行為 來保障這個合法性 所以這個不是一個問題說 大家沒有了電視看的問題 現在其實是兩個問題 我理解一個執行裁決 不合法的就沒得看 但是我們有去努力 是使它能夠在新的收費電視和免費電視裏面 尋找一個新的做法 令到過去看到的電視 但是盡量在合法性之下 是可以收看得到的 這個是盡力做的 既有歷史問題 也有執行問題 因為這個裁決很清楚 是政府的執行不足的地方 是需要去改的 這個我想是盡力去做 我們也都承諾 我們盡最大努力 投入資源在一個合法的情況下去做 有線電視這段期間 其實是一個裁決 大家很清楚 它是專營合同 它獲得了裁決 它的專營保障 它是透過和政府的協議 暫時去提供這個幫助的服務 我相信到一段時間 也都完成了這樣的情況 所以我覺得 這個我想我們會盡力去做 巴士這個大家都很清楚 這個公司它申請破產 政府是去接管了 但是也都巴士的服務 特別是這些公司最近也都 在一系列訴訟裡面 在訴訟裡面 我就不會評論 這間巴士公司的情況 我想訴訟之後 大家也都知道是公開的 官員的問責 官員的績效評估 我們相對是在做 我相信在年底 績效的評估可以跟大家 介紹一年來是怎樣 但是總的來說 我想我們還是希望能夠 在問責好 在績效評估好 在整個架構的管理好 希望能夠有所改進 也都是一直努力在做 我相信每一個政府都會面對 歷史過去流落的問題 高速發展新的問題 我們客觀評估有我們不足的問題 這些我們會落實 去向前來改善 多謝主席 唐曉智議員 尊敬行政長官閣下 各位官員 各位同事 最近有研究團體表示 本地區的社會民生經濟問題 做研究的時候 往往會面對數據不足的情況 尤其是一些關鍵的細節 細項數據 整天都是找不到的 可見我們澳門的數據資料 比起鄰近發達地區 仍然是有不足的 科學施政科學決策背後 是有賴充足的準確的數據支持 這些資料的搜集和公開 必須要由政府牽頭 雖然我們有了這些數據 都只是看到的表象 但是經過這個科學分析之後 就可以找到 各種現象之間的關係 為我們科學決策提供基礎 例如我們的人口 城市承載力 公共汽車 私人汽車的數量 房屋價格這些 包括博彩收入 和各項經濟數據的關係等等 通過科學的方法去找出 這些各種現象的邏輯 政府施政的時候才可以對證下約 本人認為政府在各個重要的公共政策領域上面 尤其是在房屋交通這些民生施政的重點範疇上面 必須要構建廣泛完整 長期的數據資料庫 而且要定期和這個專業和民間機構合作 建立一套長期的科學監察機制 滿足社會上日益高漲的 對於我們政府科學施政的訴求 我以前都向長官閣下提過類似的提問 我今天重申 問長官閣下這樣的一套機制的建立 可不可能在將來不久呢?實現 請行政長官 多謝唐曉晨議員 主席各位議員 官方統計是政策制定 謀劃發展規劃的基礎資料 以及重要的參考依據 特區一直都堅持統一化 專業化和國際化的原則 推動官方的統計工作 是取得一定的成效 主要我們包括了 建立了涵蓋人口 宏觀經濟 房地產市場 勞動力市場 等資料組成的統計指標體系 回歸後呢 是完成了兩次人口普查 讓社會掌握了近期澳門人口的數據 回歸後也完成了兩次 住戶收支的調查 讓公眾了解到澳門住戶收支的情況 建立澳門旅遊附屬帳戶 是準確評估到旅遊服務的經濟貢獻 相比發達地區 我相信剛才提出的 我們有改善的空間 長遠來說 建立一個廣泛完整 長期的數據資料庫 當然是值得考慮 但是需要的一項複雜系統的工程 也都需要資源 和專業人手的配合 我相信我們很珍惜 剛才議員閣下提出的意見 我們會認真研究 是怎樣從這個層面配合 一個國際發展的城市所需 多謝主席 陳鴻議員 多謝主席 陳鴻議員 多謝主席 行政長官閣下 各位官員 各位同事 社會的持續進步發展 健全的人才培養制度 是非常之重要的 而昨天特首是將人才培養的長後機制 放在命年施政的重點當中 提到會考慮成立 直屬於行政長官的人才發展委員會 科學這樣規劃人才培養的長遠發展 請問委員會 是否會就人才的發展 培養進行這個全面的 短中長期的規劃 這個委員會 有什麼具體的職能 以及如何去做的呢 而教育是配合人才建奧的關鍵 要培養專才 必須有完整的高等教育的制度 要制度先行的 但是現在的高等教育的法律制度 已經頒佈了20年 已經不適應我們社會 以及高等院校的發展 新高救法 幾次能夠送到立法會呢 一些專屬的法規 譬如說管制機構的法規 高等教育學位的法規 救私的法規等等 怎樣配套去推出 多謝 好 請看陳長官 多謝陳鴻議員 主席各位議員 我想剛才談到的 在昨天施政講到這個人才 我們也都是明確希望呢 在整個人才的培訓呢 來配合到經濟色度多元 可持續發展 也都在人才培訓方面呢 明確了應用的人才 專業的人才和精英的人才 這個委員會呢 我相信呢 將來呢 是會很快成立呢 是主要除了政府的人員呢 也都會有社會的人士 特別包括了高等教育啊 社會方面呢 是在關係到人力資源統籌的 代表等等 那在這個高等教育法律制度呢 其實大家都知道 我們是經過公開諮詢 諮詢教育界 現在呢 是進行著最後的修訂 就會進入這個立法的程序 它修訂呢 主要我想大家回憶回 我們過去高等教育的發展史 大概30年 當時我們只是有一所澳門大學的前身 東亞大學 那麼現在已經發展成為 有這麼多的高等教育機構 和研究機構 我們所以這次呢 我想的修法呢 是非常之重視了 借鑑世界高等教育發展的經驗 加強了院校的自主性 和靈活性 是增設了這個學分制 主修、副修、商學士、學位制 也都制定了評鑑的制度 確保高校的良好素質 和可持續發展 進一步加大資源投入 籌設相關的委員會 是推動和協調高校的發展 至於配套的行政法規呢 是會有這個高等教育的規章 高等教育的學分制度 高等教育的評鑑制度 高等教育的委員會 以至到關係到撥款機構 以及管理高等教育部門的組織 章程進行的修訂等 其實我想很重要的一件特別 我要強調就是這個評鑑制度 其實我們發展到現在的高等教育 我們很需要有一個評鑑制度 這個評鑑制度是希望請一些外面的機構 或者專業人士來去進行 評鑑制度其實不是在於去評這個高等院校 扮得好與不好 給多少分這種概念 其實我們是一個評鑑制度 其實最重要是能夠評鑑了它之後 怎樣幫助它達到它教育既定的使命 這個我想要強調不是一個比較 是一個怎樣能夠提升它達到它教育的使命 我主要是介紹這幾方面 但是已經進入了最後的階段 這個修訂也都經過詳細的諮詢 同時也都是一個很長的工作時間 多謝主席 好 多謝閑政長官 各位議員 已經有14位的議員就發言了 我們現在就休息半個小時 接著回來就是16位議員的發言 熱誤 請客 並且拍購 我借過 谢谢大家